大家好,我是Werry 在进入主题之前说一个段子 我觉得这段子说的太搞笑了 但是又让人感觉很心酸 最近在中国有个地方说 要给老年人免除医疗费 多大年纪 10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医疗费 多么荒唐 然后看到有些人就不淡定了 然后他们就跟着说一些话 就调侃100岁老人免除医疗费这个事 然后有饭店 反正他都是调侃了 有饭店老板就说了 我们就说饭店 三岁以下的小孩 到我们饭店 酒水全部免费 然后还有就修车铺的老板说了 我们修车铺 飞机的轮胎到我们这补胎 全部免费 然后还有理发店的老板也说了 我们这理发店 女士来刮胡子 全部免费 听这话就特别搞笑 大家中国的很多百姓 对于政府的一些特别荒谬的政策 已经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对吧 就是中国政府发布说 2023年GDP的增长数据是5.2%同比 然后有人就说了 我这考试每个成绩都下降了 总分还增加了5.2分 真的是太高兴了 老板今天就已经对你政府完全不信任了 总之就看到这些事情 一让人感到很好笑 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好 咱们这个书归正传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现代汽车 在重庆的工厂 两折甩卖 就是说投资77亿 只收回16.2亿 两折 那就是脚踝斩的 对吧 那从现代汽车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甩卖 对吧 那就是清仓大甩卖 灰类大甩卖 就能卖出去就卖出去 收回一点 试一点 就这种感觉 那原因呢 那也很简单了 首先这个第一点 就是中国整个经济下滑 大家可能也不能买车了 车也卖不出去了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中国有很多 这个小粉红 所谓的爱国群 到现在头脑不清醒 还要抵制韩国货呢 然后 第三点就是中国政府的 很多这个政策 就是偏向于中国国内的这个企业 就限制国外的这些企业 那你说 他在这待什么呀 赶紧走吧 再加上整个中国政府 很多不合理的那些做法 就很多让人感觉 匪夷所思的那些说法 对不对 就人家外资就觉得 这地方不能呆了 赶紧撤吧 这中共的 这精神不正常 赶紧走 对不对 那就不计代价了 对吧 要脚踝斩也得撤 那我这么说 可能有很多小粉红 就不爱听了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就是你现在汽车不行 对不对 你跟我们什么比亚迪 很多汽车 你没有办法竞争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中国国内的什么 魏小李 多厉害 对不对 你这不行 实力不行 那你不走大人 对不对 你看工厂能卖不出价 这话我真不赞同 对不对 全球的汽车 销售量 大家看一看 韩国汽车 现在的汽车 在全球的美国市场 包括欧洲市场 卖的都是相当好的 对不对 就是中国市场太复杂 太混乱了 没有办法呆了 资本在这里 没有办法生存 赶紧撤 对吧 就让我想起韩国企业这些年撤的整个过程 这有前后也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 真是唏嘘不已 真的是 你说当年乐天走的时候 我就记得当时 当然现在汽车撤的话 肯定会造成很多失业 当年乐天走的时候 他也把他的乐天那些产业卖给中国的企业了 那么马上 这些员工 他们的待遇就大幅度降低 这些员工就特别的生气 抗议 对不对 然后当时三星纵工 从宁波走的时候 很多员工打出横扶 我要吃饭 对吧 三星是我家 我爱三星等等 但是一切可能都已经晚了 现在资本看到的情况 现在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其他的外资全都在走 大家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跌的状况 大家就知道了 这地方没有办法待了 那么最后整个中国社会 就会变得相当相当的贫穷 资本 外国的资本 它带来的是技术 带来的是管理的经验 带来的是文明 带来的是钱能够生钱 然后经济繁荣 这些走了以后 剩下的就是中共的这种愚昧 然后钱就从井里的水 变成了钢里的水 你就会看着整体财富 就快速的蒸发 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困苦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已经没有办法 扭转了 这是今天我想聊的第一个事情 因为现在其实毕竟韩国企业 两折甩败 真的是很让人大点眼镜 第二件事 今天我想说的什么 就是中国的国院总理李强 对吧 在爱尔兰 在都博林和爱尔兰总理会谈以后 然后李强宣布了 中国将对爱尔兰开放 单方面免签 这里关键字就是单方面免签 还不仅仅对爱尔兰 就是在那前几天 对于瑞士 也宣布了对于瑞士 单方面免签 你说你一个堂堂大总理 到国外去 你这不就是签订不平等条约吗 习近平不是已经 所谓的千古一地了吗 大国都崛起了 是不是 你还单方面免签 前段时间已经 六个国家 是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好像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 已经单方面免签了 对吧 包括对美国 美国那么制裁你 对不对 美国那么收拾你 你还降低了 人家签证的门槛 对吧 包括还提到什么 很多落地签的政策 大幅度降低 这回李强到欧洲去 对吧 又是给人家单方面免签 你说算是咋个事 对不对 脸往哪放 怂到这种程度 是吧 你说你单方面免签的人 就来吗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人家得看你这国家 好不好 像美国 人家签证的门槛 那么高 是不是 那你看中国排着长队 在中国的很多领事馆面前 中国人排了 对不对 还想去 实在走不了的 走线 飞那么久 走线 那冒着生命危险的 一家人 对不对 就往里去 是不是 那是因为啥 人家有地方富裕 人家那自由 是不是 真正好地方 不用你免签 人家也想尽办法 会往里去 是不是 那你说中国这样的地方 你就算是免签了 能怎么样 你把墙全都拆了 门全都拆了 把地基都拔起来 是吧 你那屋里头 哥里头 一群战狼疯狗的 大鼠狗的叫 是不是 谁敢去 就是北韩 全部免签 你敢去吗 反正我是不敢去 你倒贴给我钱 对不对 你说你去一趟 给你韩币1000万 我也不去 你给我一个亿 我都不去 对吧 不就这么个情况吗 中国现在不是 在一点点 北韩话吗 是不是 这道理都非常明显 就是中共这脑子 李强脑子怎么寻思的 你这种方法不行 还是那句话 习近平必须得下去 对不对 中共必须得解体 人家才能对你有信心 现在已经是没有信心了 是吧 然后这是今天我想说的 第二个消息 第三个消息 人民日报又发消息了 在一个关键位置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什么 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就这个化解金融风险 从去年年末到现在 一直在数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他这个文章 第一句话 坚持把防控风险 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你看 就把它抬到这样一个高 就说明现在整个中国的 金融情况已经相当 相当的严重了 金融风险简单说 银行也好 包括一些理财公司也好 对吧 就把大伙的钱 全都聚集在一起了 然后这些钱就没了 对吧 有的钱可能 带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有的钱也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反正是 大家伙的钱都聚集在一起 就全都没了 然后整个金融循环 就要被打断 对不对 然后就不断的出现爆雷 是吧 这样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什么中植系 包括什么恒大等等 包括很多中小银行的这种挤兑等等 这些年 在中共的折腾之下 整个财富在大规模的缩减 财富在大规模的蒸发 像我刚才讲的 从已经外资在大规模撤离的时候 已经从井里的水变成缸里的水 你怎么能够去防范金融风险 不可能 问题已经是病入膏肓 已经严重到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程度了 那么在中国社会整体的财富的蒸发 就是最后你发现 你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了 车都不值钱 房子不值钱 你什么什么 你开什么店也不赚钱 对吧 你的各方面的能力 好像也赚不到钱了 是不是 然后你放在银行里的钱 第一它在贬值 第二 中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超发货币也好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你的钱变成中共兜里的钱 中共自己还赚不了钱 那就把这些钱 最后的这样的财富 一点一点给它 就是稀释没了 对吧 比如说中共拿大型贵有银行里的钱 去给地方财政赌窟窿 这样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对吧 就是特殊债融资债券 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说 最后最后 整个金融风险 大规模的金融风险 是一定会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危机 这都跑不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中共 他就这么着急 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就说明他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说 今天就是看到 这三件事情 一个是外资 大规模的撤离 不惜成本的撤离 然后就是国务院总理 那真是给人双旗下跪 对不对 那都是小国 爱尔兰 包括瑞士 是不是 单方面 再强调给单方面给人家免钱 然后又强调金融风险 整体上这三件事情 你看着好像从外观不太一样 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经济问题 外资也在大规模撤 然后自己内部的钱也折腾没了 外观还不进来 那么整个中国经济 大家会觉得会向哪个方向走吧 所以说 中国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解决 今天还看了一个消息 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那港珠澳大桥 好像是花了1000以上 建造大桥 就是没有人用 大桥 那都荒废掉了 然后作为一个观光的使用 然后一个月的游览的人 大概是3.3万 你听好像还挺多一个月 那么合一天的话 就1100人左右 那有的人说了 一个小型超市 中型超市 一天的顾客也得1100人左右 是不是 可能没准还更多 你就说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荒唐到什么程度 习近平一拍脑子 建一个港珠澳大桥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只是一个缩用了 整体上中国的这些加速 对吧 烂尾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全都是习近平拍脑门 现在就所有的这些危机一起爆发 习近平也解决不了 只能整 等着最后一起烂叫 咱们就一带点慢慢看 整体这集 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